再来关心江国庆冤案有最新进展 今天上午国防部军事法院决定要裁定重审 因为包括陈兆明等当时的九位高官 现在都不起诉 有立委痛批这根本就是狗官官官相护 而马英九也在昨天晚上表示要检讨追诉期 江国庆奸杀冤案 国防部军法院周四上午决定裁定重审 但当初陈兆明等九名高官涉及行囚 却因为没有司法人员身份 全都无罪脱身 不管是蓝云丽云全都骂声咧咧 把人家凌虐酷刑逼供啊 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你不是司法官 你不能做这种事 所以真是无耻到极点了 所有的狗官都不起诉 这是一个特权不起诉 官官相护 当时军方调查小组召集人 前国防部长陈兆明等九人 因为过了十年的法律追诉期 得以全身而退 国内舆论一片踏伐 总统马英九周三晚间也做出回应 军官追诉时效的规定 在这个案子的适用上 跟民间民众合理的期待 有一些距离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通盘的检讨 涉及行求的高官中还有两名在军检 小官冤死大官却无罪 立委说将要告发检察官是否涉及重放大官 这么费灭 傻 背面 是ACUAL 帮个风格 来 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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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